大家好,我是Gin 也可以叫我清平 之前,我还没有上6G之前 我会有一个 常常会喜欢做的东西 就是拿我电话出来 一直刷 我相信每个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就是在等朋友 还是在桌子上 等我们的菜要上桌之前 我们都会一直能刷电话 我会特别喜欢的 就是来玩电脑 手机游戏叫做Candy Crush 它会给我一个 非常大的满足感,而且这种满足感 是我每一天一定要打卡的 早上一起来睁开眼睛 我还没有刷牙洗脸,我就一定要 刷两次 一定要确保每一关我一定要破完了 用完我全部的生命 用完了过后才有那种满足感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可以开始 但如果有时候 可能那一个关很难破我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沮丧 我想,哎呀,怎么为什么 没有办法破关 而且我把我的生命全部用完了 我就没有办法玩 而且它就直接影响了我那一天的心情 所以变成 我有一种思想 觉得说,我一定要玩我的Candy Crush 我才会建立信心 我才有办法出去工作 然后见我的顾客 所以变成每一分每一秒 我都很想要玩这个Candy Crush 从那里建立我的信心 不管是早上,中午,晚上 等人,还是不是等人 还是很重要的 可能重要关头 我都会很想要玩这个 一定要玩到我才会甘愿 那每一天一定要打卡一次 所以有时候有些关 它可能要累积好几天 过后我才要玩 那几天我会特别的取上 我会觉得,我没有一个寄托 我会觉得很痛苦 会很辛苦的感觉 上了六届过后 我才明白说 老师六届有提到说 为什么我会对这个影有一种依赖性 是那个游戏本身给我自信心呢? 还是来自于我自己 创造出假象说 这个是我的自信心 那当然六街 它有很多的工具 学了过后呢 我才真正明白说 原来我的自信心 并不是来自于这个手机游戏 它没有办法给我建立自信心的 而我的自信必须要通过 给出去的方式 我才有这个信心回来 然后我六街 一完后呢 我第一个举动 就是直接把我这个Candy Crush 马上给删除掉 我之前已经破了很多关了 然后我就完全不犹豫 我把它给删除掉 而我取而代之了 因为他们讲 往下循环的这股负能量 把它往上推 就直接变成正能量 那我就把这些空余的时间呢 做用作在于水洗 或甚至做咖啡冥想 所有的空档 我都做咖啡冥想和水洗 让它非常的充实 变成我这个Candy Crush 它很快就变成不存在了 也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影响 变成我自己养成了另一种习惯 就是变成动不动 我都会做咖啡冥想 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 反正你看 我把坏的习惯给改掉 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所以同学们 你们觉得呢